Hello 大家好 我是憲哥 3月份的活動預告官方就宣布了 究竟3月份會不會過完Go Tour之後就休息一下呢? 3月份的五星全體戰 下列日期都是上10點開始或是結束的 第一隻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卡帕明明 這次最特別之處就是會帶上特殊招式 自然之路 是一招妖精蟹的招式 它就會由3月1號至14號 接著就是雷吉艾斯 就會置到21號 相隨到4、5月都陸續會有神柱回歸回來 即是包括幹柱和岩柱 第三隻就是卡帕蝶 這次特別之處也是有特殊招式自然之路 就會置到4月4號 相隨到4、5月都會有剩下的守護神 這裡就是3月份的五星團體戰 看似普通 但大家看完活動預告的部分 就不覺得這個月是這麼普通的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每個星期三晚上6點至7點都有晚餐約會 特別的地方就是卡帕明明 有2次 3月份的超級團體戰 下列期只有上10點開始或結束 第一隻就是超級色役王 就會到14號 第二隻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班吉拉 就由14號至21號 最後就是奇爾花至44號 我覺得五星團體戰和超級團體戰的安排都不錯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雷吉艾斯應該都不太想打 剛好在雷吉艾斯那段期間 可以打到超級團體戰 因為超級團體戰的一隻 第一隻的精靈就是Mega班吉拉 一來就可以讓舊的神獸回歸 讓新手還沒捉到的可以捉一捉 但如果老手已經捉到很多隻 或者不太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打Mega團體戰 因為Mega能量都不然多了 儲回Mega能量等日後用都非常好 團體戰方面 除了有五星團體戰和超團體戰之外 當然都有這個暗影五星團體戰 就是周末進行的 由3月開始正式告別暗影三神鳥 轉為暗影三神獸 第一隻打頭陣就是暗影雷工 到4、5月就出現暗影三神九 這隻暗影雷工除了最後身為反之外 都可以不妨追一下高IV 因為它在PE的電器排名中 排名頭三位 都有一隻很值得入手的電器戰力 3月份的寶夢聚焦時刻 每個星期的晚上6點至7點 第一個星期是暴泊 會有進化雙倍XP 第二個星期是尼多蘭 暴竹會有雙倍星層 第三星期留意四隻聚焦時刻主角 包括綠美、炆香荷豆、雪童子 以及沙漢馬 獎勵是暴竹會有雙倍XP 最後是燕子草 暴竹會有雙倍糖果 我自然不同意聚焦時刻有四隻主角 始終只有一個小時 其實都難說去追到這四隻 其實我覺得最多兩隻都已經很多 四隻就太誇張了 那三月份的社群主角就是火包 就是3月16日下午點至下午點 至下午點 我們接下說 今次影片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三月份的活動預告 頭兩個活動就不多說 稍後都有影片去說 就是電力研究以及動畫合作活動 第三個活動就是天氣周 就是三十四號至十八號 暫時不知道是甚麼 希望在這個活動可以見到 所有形態的飄浮浮浮浮 由第四個活動開始 就可以看到越來越多重點 就是原始蓋歐卡的團體戰日 就是三十七號 下午兩點至下午五點 如無意外 到其時都有五張產卷 加上季節的獎勵 每天都有兩張產卷 而且可以加上前一天留下那張產卷 加上就有八張免費卷 可以給你打 最重要的是 背包當中 只會存在一張產卷 要打贏一張才可以扭到一張 第五個活動 最期待的就是薩樂德的活動 為甚麼最期待 因為薩樂德已經很久未回歸過 對上一次電影慶祝活動之後 再沒有登場過的波龍高 直到現在就終於登場了 最新看中文官方的譯文 這個活動就是薩樂德授票活動 所以其實都可以確認了 今次薩樂德登場是需要付費 不需要買一些付費入場券 才可以入手道去 暫時一刻知道的資料 這個活動就由11號到25號 有第六個活動 就是原始蓋拉多的團體戰日 就是23號的下午兩點至下午五點鐘 這個活動和原始蓋歐卡的團體戰日 應該大同小異 今個月有兩個團體戰日 看來真的會很忙 除此之外 這個三月份的活動 預告都還未完 還有第七個活動 就是火箭兵團的活動 就是27號到31號 如無意外 到其時都會金門版 沒有帶暗影神獸 最大可能性就是烈空座 或者是一些暗影神獸回歸 但這個可能性偏低 這兩隻的機會就大一點 為何說亡影未亡完 還有第八個活動 就是暗影超夢夢的團體戰 它的團體戰 由30號早上6點鐘 到30號晚上10點鐘 如果去年未追到高IV或閃光的話 今次的活動就可以加把勁了 順利一提 暗影神獸和暗影的精靈是無法交換的 以上就是三月份的活動預告 原本以為Go Tour完結後 都可以休息一下 在三月份裏面 但怎知其實都是很多活動 暫時這樣看 唯一可以選擇休息的活動 可能是電力不夠日 比較普通一點 相比其他活動 祝大家有時間去玩足所有重點的活動 因為玩足所有重點的活動都不容易 暫時這樣看都已經很忙 無論玩哪個活動都好 最重要都是你好收穫好的成績 我謙哥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